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邮政储蓄、银行宣布,在业务调整的背景下,自2023年7月26日23时起,将暂停个人网银系统短信通知和账户短信通知的开通和关闭功能。 这一举措可能会对广大用户产生一定影响。 个人网银系统短信通知一直是用户获取账户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,其暂停可能会导致用户在交易和账务管理方面的不便。 因此,用户应及时调整自己的网银操作习惯,以适应该行的变更。 中国有储银行表示,此举将进一步提升信息安全性和用户体验。 希望用户能够理解并配合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